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几乎没有外面的车子可以进来的 而我们的头上也时不时的会听到直升机的声音 有直升机在上面盘旋 当然DC这个地方它其实是禁航区 所以直升机只有几种可能 一个是警用的 一个是FBI的 或者是特勤的直升机 那么他们在四周监看着附近的治安状况 不过说到治安在刚刚有一点小意外发生 也就是在白宫门前 有很多黑人在那边抗议的 Black Lives Matter这个Plaza 刚刚就发生了有零星的吵架的状态 那么刚刚我们收到消息是说 警方已经去排除了 把这几个吵架的人带走 还好因为大家很担心会有什么暴动出现 还好不是什么大型的示威暴动 而是零星的吵架事件 那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排除掉了 好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胆战心惊呢 主要是因为在之前大家就一直说 很可能啊 很可能选后会发生暴动啊 可能这个选举结果啊 可能会胶着啊等等的这些事情 这些传闻不断的在传 不管是街头巷尾的 像是一些店员啦 或是见着司机 他们都一直告诉我们说 你们一定要特别注意 因为华府可能在选举之后会发生暴动 那么甚至这边的大学呢也告诉他们的学生说 你们要赶快去准备一个星期的存粮 而且还是发简讯给所有的学生的 所以这个简讯就让大家很害怕说 是不是很可能真的会发生 什么样的这种恐怖的事情 好 再加上呢 在附近华府周边的店家 这个星期以来我都没有看到他们营业 很多店面都已经关了 那零星的餐厅今天也一样都不营业 同时他们的橱窗外面也盯上了 厚厚一层又一层的木板 就是担心说万一有人在暴动的时候 趁火打劫怎么办 尤其是他们在夏天的时候 那么当时有这个反种族歧视的抗疫人士 他们当时就是打破了玻璃 然后呢跑到里面去把一些值钱的东西拿出来 所以现在他们就很害怕说 这个事情会不会重演 因此大家赶快做好这个预备的工作 好 这是目前在华府的气氛 看起来是山雨欲来丰满楼啊 好 现场先交换给彭任主播 在这边的人们看到好 Barb 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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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も hagadig哦